好了,大家很興奮,先說一隻Facebook 他也很震奮 先高後跌 我覺得是一個很合理的表現 我們看看他 做個分鐘圖給大家感受一下 五分鐘 一分鐘 OK,這樣 大家看不見我沒有妨礙 我沒有妨礙 好了,他就夾了上去 盤前那裏 然後一聲就拿回來 我們先看看他的業績 為什麼我覺得會這麼合理 OK 出第三季業績 一定比預期好 收入大約是290億 輕輕低於預期的 但我也沒什麼所謂 利潤是92億 92億是增加17% 非常靚仔的盤數 是暴利來的 像馬筋暴利來的 收入300億 賺90億 即是他的 margin 差不多接近三成 非常之誇張 而290億裡面 廣告是佔283億 整個Facebook就是賣廣告 就是賣廣告 OK 而這個廣告 只會越來越厲害 OK 那當然 第一個我覺得 為什麼對於Facebook的前景 會有些擔心 就是說Apple的問題 Apple昨天搞到Snap 就賺下去了 嗯 就 但是呢 因為Facebook 因為Facebook 它有自己的 我用我的理解 告訴大家 比如說 Snap 為何會這麼嚴重 因為有很多平台 就是說 它 不 這樣說 比如說你去很多不同的平台 你去到不同的平台 Tweet也好 Snap也好 Pinterest也好 那樣 它怎樣打廣告給你呢 就是靠你一個 它你有一個記認的 譬如我Kelvin 那樣 我Kelvin 登記了之後 我有記認 它會記得我很多的選擇 譬如我記得 我有like過這件事 我又有share過這件事 那這些呢 它就可以和你做一個模式 哦原來Kelvin你喜歡搞家酒的 我Kelvin你喜歡電影的 哦原來你喜歡彈結他的 哦原來你喜歡 哦原來你喜歡 松鼠的 那樣 它有些相關的廣告 就寫給你 所以大家會發覺 為何有時候看廣告 看來看去都是那些東西 就是這樣 或者最近你搜尋過那些東西 為何突然有彈了那些東西給你 就是這樣 那現在Apple 就是說 你要下這個標籤 你就要問那個User 給不給 那些User 就沒什麼所謂 有些User 總有一些是不制的 那這個不制的就令平台 就沒有那麼容易收你錢了 好了 那你的問題就問了 那Facebook有多大影響呢 我覺得影響不太大 因為你在Facebook裡面的行為 已經令到它有了所有的 你的所有的 叫Digital Trades 即是有了你所有的 模式 沒錯 Apple是要問過你 才可以下標籤 但是你可以進入Facebook 你都會給他所有的 所以我覺得對於Facebook的廣告能力 是接近沒有什麼影響的 我覺得 但是 但是 可能會令它的增長不太快 可能會令它的增長不太快 先說完廣告 第二 大家最關心的是 每日活躍 每月用戶 每日20億 每個月30億 這是無敵的 不用說那麼多 好了 每個用戶平均收10元 所以很誇張 這個M牌很誇張 每月有29億人 每人收10元 所以 整個 整個 整個月的收入 就變成了幾百億 其實這個數字也很容易計 好了 有什麼重點呢 就是 最近 除了說是Apple 或者會令廣告收入差一點 他正在搞很多複雜帳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這樣被他搞死了 我的Facebook平均整天都分享不到 我現在又分享不到 之前的帳戶是釘了 除了很大機會有人報告我之外 可能他的L稿 就覺得你 在這裏做些洗版 可能會令到流量少了 減少廣告 這是第二件事 好了 我覺得 為什麼當初會 爆升了呢 就是因為他說要大力發展元宇宙 他就說 接下來 就會把Facebook 業務劃開兩件 第一件事就是IG、Facebook、Messenger、WhatsApp 第二件事就是這個元宇宙 就會有AR、VR 他打了一個叫做Reality Labs Facebook Reality Labs 這件事大約會扔一百億出來的 扔一百億出來的 現在市場就炒到慶合合 一說完語就說 炒了 問題就是 你能賺到錢嗎 這件事 還不知道 第二就是什麼時候回本 你扔一二百億下去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 你一反映這條數目 你一定是盈利會變少了 因為這壇事不會有什麼錢回來 我覺得 但是你就扔了一百億出來 現在2022年 他預計 Total的資本開支 去到三百至三百四十億 今年就是二百億左右 突出來的一百億 就是搞軟宇宙 我覺得不止一百億 但長遠是厲害的 所以他跌得不多 Facebook 我覺得跌得不多 現在為什麼會跌到這樣呢 就是短期之內 可能沒有這麼快速的增長 他那個盈利呢 先說一下 他的盈利是 等等 先說一下 他的盈利只是增加17% 那麼下一季可能沒有增加17% 可能15至20% 總之超過20% 那麼他現在是大約24倍 其實也挺正確 很合理的 是不是 即是二十多倍PE 那麼這間公司其實長遠 沒有太大問題 所以你看到市場其實分析了 消化了所有消息 包括他的大力發展元宇宙 那麼這個就令到他將來 還有一個增長的衝勁 那麼他是Cash Cal 是吧 他打到300億賺90億 但是他增長可能會放緩 所以你看到他的股值 也是沒有這麼高的 那就是Facebook的情況 所以你問我 不過我也不知道 原宇宙會怎麼賺錢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長遠在這個假期 其實都OK 都OK 但我帶有味道很吸引 所以不用急著 今天不用急著 這就是Facebook的情況 好 先跟網友互動一下 先